先問問時關輝 人口老化導致有一個勞工短缺的問題 這件事大家都共識的 是不是 你可不可以這樣說 其實在這幾年大家經常在香港新聞 或者周邊的朋友 我相信大家都會見到 香港其實在很多各行各業的話 其實都面對人手不夠的問題 而在政府的數字上面都指出 失業率3.1%都不是一年 已經是很多年 長期其實都是不夠 而今年最新的1.1%就業率 那個叫做 失業率 不只是失業率 那個叫做 職位空缺 不是職位空缺 因為有些人叫做 職位空缺 職位空缺 或者是失業率 有些人補充去做 不是全職去做 那些是建築工人 有些人不是每天都上班 是吧 他部分時間上班 那些都只是去到1.1% 所以你看到其實香港 勞工短缺的問題其實是很嚴重的 而你看到新加坡 新加坡的勞動人口有340萬 但是他外勞的人 不算那些工人 不算那些姐姐的 外勇 他有115萬 差不多是三分之一 而在澳門的話 其實都是三分之一 香港現在大約是360萬的勞動人口 是吧 而他們輸入的外勞 其實勞動力那些有多少呢 其實那個數字好像是3400多 就是0.1% 你可以知道其實香港 其實現在面對什麼問題 我相信數字是不騙人 其實是講得很清楚的 而在將來接下來 我們那個人口老化說 也都是大家可以預測到 那些人的年齡一定是朝向上 不會突然間逆轉 你今年40歲 你不會明年38歲 所以你一定在香港 其實的人口其實將會都是這樣 那我們如果不認真去面對這個問題的話 我相信各行各業 就算香港的市民 其實都是十分苦的 有些人可能他不是老闆 他不聘請人的 但是你住的那個地方 你見到那些管理費的話 可能以前是幾百元 現在很多很多 都納到那一千 甚至兩千元 那這些是直接影響到民生 而吃東西的人 可能早幾年前 你見到吃豬飽飯 可能是28元 現在我想50元 60元其實都不是很難 我想黃拔先生馬上一笑 因為他對經濟方面的看法 其實是很清楚 我經常講香港勞工的 立法會議員也好 團體也好 其實他們做得很好的 就是閒仔和蒙先生 我講的在立法會也講了很多次 他為香港勞工的朋友 或者爭取的話 爭取了很多 但是我想其實現在是不是時候 認真大家要去檢討一下 香港 如果只是保障員工 其實相反 會令整個香港的經濟都拖慢呢 那如果在某些行業 我們是不是要適當地去輸入一些農務工 如果不是說 我相信經濟在香港要走的話 其實都必必要走得好 是不是覺得數字上 現在輸入外勞 不是那個比例 你覺得可以多一些呢 我覺得其實 你看到新加坡和澳門 我相信都是我們很清楚 一個是姊妹 姊妹的地方 另外一個是新加坡 那些人就 背著下去 假設大家競爭對手 他們不當我們是 我們不當是 他們都當我們是 是吧 我們走得這麼快 他們有這麼多外勞 而我們其實是沒有的 那香港經濟 這十年的話 大家覺得是怎樣 大家知道 閒仔都坐在那裡 打工仔的心聲 你應該聽得最多了 有很多 例如你們工聯會 對於輸入外勞 都有一定的保留 都覺得 你應該想清楚 那你們現在 真的面對著 有些行業 是真的很缺人手的 我先說 香港經過這十幾二十年 自從玫瑰園那次 所謂叫傷害地勞工 一個很大的爭論 後來你看到 政府有一個 叫一般性傷害地勞工 有專才的 有些說 是港人在外面讀書 就是害回來的那些 現在我們有一系列的 傷害地勞工的一些 措施和政策 最大的就是 一般性的傷害地勞工 就是說我們現在 在勞工委員會裡面 當任何機構 在一定的時間 他找不到人之後 就開始申請 而這些申請 當然要經過批核才行 而這批核是 知道對不對 他要進入的 而近年 其實這些數字 正在增加著 就是說我們沒有說 因為我們的 企業的位數 反對所有的事情 但是我想強調一下 其實最近 心思堡巴士的意外 充分反映了 香港的老公都幾血淚下的 就是我跟這個問題 跟了很久 我多次提出 要有一個標準公事 但是汽車行裡面 有些人就覺得 你都給我加班才行的 我不要緊 如果我們談到標準公事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各個學院 做學院談 大家可以談的 我跟著就反過頭問 我說當我們工人去到很累的時候 機器都有一個疲勞 何況人 有什麼來做這麼長時間 但是再揭開它裡面 為什麼這樣要加班呢 所以我對現在那個巴士公司說 我這個司機是自己要求加班 我想是很涼薄 是涼薄得很厲害 甚至唐明 做十個小時剛才都得一萬八元 香港拿中緩的四個人口的家庭 是拿一萬二千多 就是說我們正常家庭的養護 我們一家幾口 它是不夠貧的 現在的通脹 再加上租的那些貴的樓 你知道的劏房也很貴 所以面對這種狀況下 他被迫犧牲自己休息時間去加班 你以為是想的嗎 有頭髮怎麼會想做勒利 誰不知道在家裡 同事或者吃飯 聊聊天看電視很舒服 為什麼這樣呢 這個是我們要反問 我都想問林鄭月娥 你有沒有每個行業都提清楚 為什麼這樣呢 例如我講說 有關那個安务服務 我們知道的 我是剛剛退下 立法會多一年左右 我們有接觸到私縣那些 我們看到如果由政府直接全資的 安务服務 有萬多元入息的 一萬六元左右 但是如果我們去到私縣裡面 頂頭號都給你一萬 一般都是八九千元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就會怪私縣的老闆 然後看私縣裡面有不少床位 是政府賣的 買回來給一些老人家去住的 然後有些錢在他營運上很困難 困難的原因由於租金貴 其實這些問題我是講了很久 當中包括張宗還在做福利局 或者之前有關的一些處長的時候 我們都提這些問題的 但是政府一直都沒有理 香港大約就這樣 由政府直至支持的安务服務 是兩三成左右 但是多數都靠私縣 而將老人的安务服務 放在私縣裡面 而先面對高額的租金 你說他要怎樣 他最好是黑工人 你做不做 現在整個社會在傳球經濟的看法 就說強資本若勞工 若勞工沒有價格在職位上 對於這些基層的職位 那你政府就不理這些東西 你以為張宗不知道嗎 我覺得他知道的 怎麼會不知道呢 我們吵了很多次 我們不是說站在哪個角落說 就是當一個私縣出了這麼多問題的時候 原因就是因為 他基本上在租金很貴下 他最好欺負工人 那變成那個情況 我想跟大家講一下 一些污染性的行業 即是在某個角度說 或者清潔、保安 如果我們沒有最低工資 香港過去有70萬左右 是一些低於中環室內的人 有了最低公司 補償那部分人 所以政府林鄭 要將這些問題拆開提線 即是如果你再輸入 我想是沒事的 就像我這個角色 我就一定站得硬的 那問問王八 是否拆開來看呢 我想冰封三尺 非一日之河 如果你說要引入外勞 其實某個程度上已經是第二步 即是一個 即是搞爛了些事情 你要用一個差點的方法 問題就是香港本身 是所謂有很多的錯倍 我知道閒姐他們 為工人做了很多事 這個是事實來的 但是對那些工人究竟有沒有益 是另外一樣東西 即是譬如你說最低工資 表面上是令到他的人工是高了 但是另一樣東西 就是我也有些朋友做生意 即是開餐館的 他那個人工的升幅 是遠遠是高過租金的升幅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 老公佔飲食業的開支 已經是高過租金的 其實一直都是 現在還特別嚴重 那個問題就是 如果飲食業的老公支出高了 那你吃飯那裡 即是剛才你說的豬扒飯 議員說28元去到50元 其實你加了最低工資 只不過是加了 即是不是很多 在說28元 現在去到32元 是嗎 33元左右 34元 即是你跟那個豬扒飯的升幅 你是追不上 萬百元為甚麼都不夠 即是其實某個程度上 我不知道勞工界的朋友 是他知道 只是不知道 他們只不過是在玩數字遊戲 所以那個問題就是 那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香港有一類的工 亦都是 其實你會在那裡建造業 是那些人不願意做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第一就是辛苦 也都有一些工就是 計落就是 我可能有一班人 我不是個個是這樣 那個福利我不做好過做 即是有這些問題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拆 當你拆不解 如果你現在跟你說 你不要給那麼多福利給他 希望他出飯做 這是政治上完全不可能的事 所以你才要去引入勞工 老實說已經是所謂 叫福水難收了 你說怎樣去解決呢 引入專才或者勞工 那真是可能要商量 就是這樣 但這個數字遊戲 一直不斷玩下去 對大家都無益 但黃白 就算我們不是說勞工福利 任何一個研究經濟 都覺得 你人工佔你那盤生意 那個比率越高 其實對那個生意的可持續 是越好的 因為那個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了 這樣東西都是符合自由市場 在於我而言 一個豬扒飯 由28元到50元 可能對我們這幾個都無所謂 但問題是 你在玩數字遊戲去欺騙勞工 那一下我覺得是 我從一個第三者角度去看 其實他們真的無得益 剛才我聽到說 有很多食股的人工的增幅 已經高過租金的增幅 那我真的拚頭 我從來沒有聽過 有些工人加工是加了50% 加了100% 然後很高興地分享到成果 沒有 但租金不是 租金可以一下子加50% 加100% 陪伴兩倍都有 難道我們活在不同的世界裏面 我覺得有時候 溝通的困難就是在於這裏 很多時候是不斷去標籤抹黑 製造一些謊言出來 就說最低工資沒有用 最低工資現在 用途真的減少了很多 但不是因為它本身出問題 而是政府令到它的效用越來越收窄 因為它兩年才檢討一次 而且你比較過去10,600年以來 那個調整的幅度 有很多時間是低於通脹 即是意味著低薪工人 拿著最低工資金額 購買力是買少見少的 到現在才是剛剛平手 但你不要忘記 社會的財富不斷增長 剛才主持都說過 我們現在做過調查 過去20年 香港的人均生產總值 即是GDP 是增加了7成以上 但工人所得的工資 實質的購買力是停滯不前的 即是意味著 其實老闆請不到人 有些行業有職位空缺 其實我們要認真檢視一下 我們老闆有沒有去跟員工分享經濟成果 分享他們認利呢 還是你不斷去壓縮工資 令到工時越做越長 人工又沒有相應增長下 你的職位欠缺吸引力呢 如果我們不去疏理這些問題 然後很簡單地 好像林鄭所說 歸咎於人力的供應持續下降 是不真事實 所以中門大開 總之輸入多些外勞的話 導致的後果是災難性的 因為那個勞工的議價能力 一定會被破壞 人工會更加持續下滑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 要全面去看 不要那麼偏頗 林鄭那種這樣的 回應成巴以外的言論 我覺得聽到是心寒的 你沒有去回應到 譬如自己的家屬 周先生 他不是職業司機 他都出來說 現在這個巴士司機的偏間制度 到底有沒有人性 他不回應乘客的安全 生命的安危 他不回應職業司機的健康 他就去說輸入外勞 解決問題 現在我們在說 有些行業 就是不能夠 你來講 林鄭 我們就說有些行業 的確面對的問題 就是你給高些人工 都未必可以吸引到 一些年輕的勞動力去入行 即某些行業 是不是可以看著 輸入外勞的政策 可以早些 例如建築行業 或者院舍照顧 這兩個行業 都是政府特地拿出來講的 其實這兩個行業 正正是現在的補充勞工計劃 已經有輸入外勞 但他們有一個監管機制 譬如說他不會所有老闆說 我不夠人的話 我放大手板就去找外勞 譬如你要登報請人 請不到人 然後經過勞工處的招聘程序 四個星期 確實你的僱用條件是合理的 才會給你輸入 這個程序是很需要的 如果你沒有監管的話 你去放寬的話 就濫用外勞 變成廉價勞工 但如果你看回 譬如建築地盤 現在經常說的職位空缺的問題 其實現在建築地盤的職位空缺 是一千五百個左右 但是行業裏面的就業人數 是十一萬二千八百人 即是說那個空缺率 其實只是說1%多些 你們說到失業率3%是很低 超低 現在空缺率是1%多些 其實很可能你透過內部的人手調配 解決一些錯配的問題 因為建築行業都有它的失業問題 仍然有些人是沒有工開 或者開工不足 或者你透過改善它的條件 譬如有些建築工種 我們看到紮鐵為例 大家知道紮鐵的人工 是一枝獨秀的 其實甚至乎我們看到近年 多了很多年輕人是願意入外 因為他們的工資吸引 他們想改善生活的時候 他們願意去做 當然重要的配合就是 譬如職業安全 職場裏面的衛生條件 這些都會是年輕人去取決的因素 但都想請教一下蒙先生 香港的最低工資有沒有用 我不知道 但是名副其實的 全世界最低的最低工資 但是都有人會說 其實會不會像剛才黑電 其實各個行業不同 譬如說 剛才說巴士這個問題 譬如新加坡為例 他們幾乎不會有本地人做巴士司機 他們輸入的外勞 說的是幾千元人民幣 就不是波子 因為大部分都是大陸過去 有人就會說 你有最低工資 還要追求最低標準工資等等 通常有這些政策的國家或者地區 那個外勞的比例就不低了 難聽說其實他們的收入就不受這些約束 所以就是一個配套 會不會覺得在這兩個問題上 都要做一個取捨 我覺得整個過程 無論政府或者商界是很不同的 即是他講到我們跟新加坡比較 其他國家比較 香港的外勞人數就佔比例非常之低 三千八百人補充勞工計劃 但是你只是看這個計劃底下 輸入的三千八百人 譬如你有沒有看到 每天我們有150名的 持單情證來港的新移民 但是新移民不等於外勞 他們按統計資料顯示 他們超過一半 即是一年大概有五萬多人 統計顯示他們超過一半 是會投入經濟活動 而且這一班人去投入經濟活動 大部分是從事基層工種的工作 那一班你又算不算是我們新來補充 我們勞工市場的人口 你不可以又不計他們 如果這樣計新加坡每天的移民都不止150個 但是譬如說巴士行業 為什麼新加坡整個巴士行業 他們就不用本地司機 就幾千元請個內地司機 為什麼香港是不行的呢 我覺得如果你用兩個地方去比較 我覺得是不能一概而論 因為其實說真的 你看回新加坡的情況 外勞所面對的剝削和低伸的狀況 都引起他們當地社會的騷動 而且迫使政府要處理所謂不同社群的共融問題 因為當衝突越來越惡化的時候 因為他們對外勞 也確實在很多地方是不符合 甚至乎是國際勞動的標準 比如外勞他們不允許罷工 沒有罷工權 他們可能跟當地人所享受的勞工法例的 待遇、條件是有差別對待的 我覺得這些都不是我們想學習的東西 香港的發展是不應該建基於對外勞的剝削上面 所以現在都有些監本機制 令到外勞進來香港做事 是不可以低於本地人的相同工種 例如公司中位數 或者基本的僱用條件